英文文字Gurte wrote 大家好,我是阿祥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犯罪心理第134个案子 堪萨斯州堪萨斯市 一般修路工人在一个流浪汉的指引下 发现了三具尸体 被害人田中一家共有四人 被发现的是夫妻俩和大女儿 小儿子则下落不明 流浪汉事后也没了踪影 三名死者均被一把九毫米的手枪杀害 枪上有父亲的指纹 手上还有射击残留物 表面看起来像是父亲带着全家外出 杀害他们之后自杀 但BAU认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首先家庭枪杀案一般都发生在家里 如果父亲放过了小儿子 说明对他有保护心态 多半会安置在亲友家等安全地方 但结果是他们并未见过孩子 并且父亲的表带在右手 多半是左撇子 但枪上却是右手指纹 因此他们判断是凶手杀害了三人 然后嫁活给父亲 而他的目标其实是小儿子 2010年的性侵犯马修霍夫曼 枪杀一家人只为了带走他们13岁的女儿 如果凶手的目的也是这样 那么小儿子或许还活着 就在案件通报还没结束时 亚伦又接到一起全家失踪案 住在堪萨斯市郊的阿克林一家 父母和17岁大女儿 11岁小儿子全部失踪 他们的家庭结构和被害的山田一家一模一样 前两家人都住在叔父的郊区别墅 属于中产阶级家庭 另外阿克林家的儿子小雷 与山田的小儿子一样 都属于在学校不受欢迎的孩子 特别是小雷还患有亚斯伯格症 瑞德特别强调说 亚斯伯格症不同于一般的自闭症 患病者语言能力完善 但缺乏共情能力 难以理解社交暗示 但他们在某些方面 经常具有卓越的天赋 例如爱因斯坦 或是许多的硅谷高端人才 听后布雷克表示理解 终于知道你得的什么病了 两家人虽然有相似之处 但目前看来并没有交集 如果杀人和绑架是同一个凶手所为 那么凶手是如何接近他们的 被绑走的男孩是否还活着 那个暴事的流浪汉是否有嫌疑呢 亚伦和JJ赶到当地警局 得知警察还没有找到流浪汉 于是他们先询问了被害者家属 山田的母亲表示 他们只是一个平凡的家庭 并没有任何异常之处 警方曾怀疑阿克林因为拖欠贷款 而带着家人逃跑 但他的弟弟说 阿克林虽然遭遇了经济危机 但他绝不是个逃避责任的人 组员们分头调查了两个现场 从房间遗留的种种痕迹 推测凶手是从小儿子的房间进入的 两个孩子的房间都在二楼 且都有一定的社交障碍 是全家最容易被控制的人 凶手先是挟持了他们 然后威胁其他家庭成员 绑住最有反抗力的父亲 再利用男孩绑住母亲和姐姐 所以即便凶手只有一个 也能控制住全家人 两家人的房子都是独栋别墅 距离邻居很远 也为凶手制造了有利条件 阿克林一家被带到一个密闭的房间 取下头盗时 姐姐才发现弟弟不见了 他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极力呼喊或是砸破窗户 都没有任何作用 折腾了几个小时后 姐姐口渴难耐 但谨慎的妈妈一手打翻了水杯 在罪犯的地界上 触碰任何东西都是危险的 三人焦急地等待着 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而这时儿子小布正在和凶手聊天 他似乎没准备伤害自己 就算是有 小布也意识不到 凶手告诉他 他们必须答对自己的几个问题 否则就死定了 不久后 山天家的小儿子 在一个关闭的工地被发现 尸体的位置靠近大门 显然是故意让人发现的 他的遇害时间就在全家被杀后不久 身上没有受过侵犯的痕迹 和家人一样是一枪毙命 但与他们不同的是 他的尸体被认真包裹过 体现出一种特别的关心 这说明凶手对男孩有某种认同 或是情感联系 瑞德提出 他们之前有可能想反了 凶手虽然从男孩下手 但却是为了控制其他三人 而这三人才是他的真正目标 其中他选择父亲来背锅 或许对他也有特别的情感 这时加西亚的背景调查有了结果 两家被害人只有一个联系点 那就是在去年不同时间 去了一个营地度假 凶手很可能通过营地认识了被害者 被困了一整夜后 阿克林还在不遗余力地折腾窗户 但经过的铁网根本无法撼动 姐姐担心小布的病会激怒凶手 但妈妈却说亚斯伯格症不是什么病 反而会让他急剧天赋 但下一秒他的这种自信就被打击了 面前的窗户突然透过光线 小布的家庭教师被绑在那里 凶手的声音传出来 要求阿克林告诉他的妻子 这个女人是谁 阿克林的脸色有些难看 但仍嘴硬地说他就是个家教 下一秒枪声响起 子弹穿过了女人的胸口 妻子和女儿尖叫着缩成一团 真正的恐惧才刚刚开始 凶手告诉阿克林 只有说实话才能重获自由 不然下一个要死的就是小布 阿克林只好承认自己曾和女家教偷情 但只有两次并且已经分手了 听到这话 妻子立马不淡定了 合着全家被绑架 就是因为你律过我 女儿立马上前打住 说这已经大难临头了 谁还在乎老爸跟谁睡过 于是母亲没有在争吵 但拒绝在和丈夫交流 瑞德和布雷克很快找到营地 负责人告诉他们 当今美国社会最大的毒瘤就是手机 一家人在一起吃饭 互相不交流 都顾着抠手机 家庭观念逐渐淡化消失 而这个营地正是为了修补家庭关系而创立 全家人放下手机 一起亲妈远足 增进感情 但山田家和阿克林家并没有达到目的 他们一个是夫妻半夜吵架 一个是谁也不理谁 瑞德提到 负责人曾在活动后给他们寄了很多邮件 要求他们再次来到营地 否则就会后悔 负责人意识到自己被怀疑了 解释说这不过是一种推广方式 谁还没个营销号咋的 那些兢兢业业认真做视频的up 还不是天天三连三连的叫 JJ随后发现 两家人不但喜欢掩饰他们的问题 对外更是标榜自己是幸福之家 主页上满是晒幸福的照片 但其实暗地里问题一大堆 贾欣查到阿克林太太患有抑郁症 过去五年一直在服药 而山田在海外有一个秘密账户 貌似在进行贩毒等非法活动 而且在他们的家庭主页上 有一个叫全能知眼的家伙 曾经关注了他们每一个网页 每一条信息 直到这个家庭消失 警长对这个全能知眼很是熟悉 他叫易兹 曾在几年前被怀疑枪杀了一对夫妇 而经证实 易兹就是当晚那个流浪汉 BAO很快审问了易兹 发现他有严重的妄想症 根本说不清自己是怎么发现尸体的 他的思维模式非常混乱 根本没有能力策划这样一场犯罪 但从他的只字片语中 布雷克还是筛选出了与凶手有关的 易子说尸体是被南无用快乐营地送来的 布雷克判断那是凶手开了一辆小货车 90年代这种小货车流行的时候 被日本的汽车厂称为快乐营地 掌握了以上线索后 BAO发布了他们的策写报告 一犯没有自己的家庭 心怀嫉妒 并想毁掉自己无法拥有的一切 他的家庭残缺 成员去世或被杀害 他利用营地或是网络信息了解并监视两家人 惩罚父亲的过错并将他作为替罪羊 被绑的小儿子则映射了凶手自己 男孩的年龄可能与凶手发生加变的年龄相同 导致他与之产生情感共鸣 这说明凶手的心态处在发展受阻的状态中 推测他的年龄在40岁左右 拥有能够实施两起绑架案的质谋 可以有效控制一家人的场所 驾驶一辆重新组装过 能够隔音但不透光的小货车 根据作案的时间间隔 他现在很可能已经开始监视下一个家庭了 警方继续调查被害人的社会关系 很快又发现阿克林的女儿染上毒瘾 并集交了一个混混男友 专项有钱学生兜售毒品 而这件事也早就被凶手查到 他的下一个要发难的目标就是大女儿 窗口再次亮起灯 桌上放着一瓶止痛药 凶手要求大女儿交代 这是怎么回事 大女儿知道不说实话的后果 于是干脆交代自己第一回嗑药 就是偷的老妈的止痛片 妻子听后立马问丈夫知不知道这事 女儿却生气地怪她 总是把一切都推在别人身上 其实自己偷了药 她根本不在意 哪怕差点把房子点了 她也不关心 一天到晚只知道在别人面前假笑而已 老妈哭诉自己多不容易 才瞒住了女儿的毒瘾 否则她的前途就全毁了 丈夫见状失望地说 她做了一切 却唯独不会做个好妈妈 真正地关心一下孩子 就在他们争吵的时候 女家教的尸体被发现 根据通讯查到在她被害前 阿克林的弟弟曾安排她和哥哥优惠 因为她很不喜欢自己的嫂子 觉得她只会大手大脚地花钱 对家人根本毫不关心 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 老罗查到阿克林太太曾借了不少高利贷 而且还是个购物狂 丈夫出轨 老婆借贷 女儿还跟毒贩混 可以说一家人全都不干净 所以他们并不是什么值得羡慕的美好家庭 BAO发现他们之前的思路不对 凶手对他们很可能并不是嫉妒 而更有可能的是愤怒 他利用家里唯一无辜的人来逼迫其他成员 为他们所犯的错误付出代价 一场激烈的争吵之后 阿克林颓丧地向妻子女儿认错 他没有做好一个丈夫和父亲 但他们不能被凶手牵着走 直到所有人都崩溃 三人再次冷静下来 而接下来窗口又亮起 女儿的毒贩男友出现在眼前 他的旁边放着两大钞票 凶手把选择权给了妻子 要钱还是要人 女儿立刻求妈妈救下他的男友 但母亲却对这小子恨之不及 认为女儿再次吸毒都是败他所赐 他果断选择了钱 凶手请他好好记住这个选择 为了钱可以牺牲别人的孩子 凶手到底是如何掌握 这么多家庭秘密的呢 显然通过网页是做不到的 BAO再次搜查了被害者的家 终于发现他们曾经翻修过房子 在采光口和通风景处 发现了大量透装的摄像头 家下立刻调查了承报商名单 找出了几个同时参与过 两家装修的工人 其中负责线路改造的亚瑟 也同时出现在弃势工地的承报商中 这个巧合凶手实锤了 46岁的亚瑟一直未婚 独自居住在十英亩的农场 母亲死后 他就由严厉的东正教徒父亲抚养 父亲把他当作脱油瓶 认为他妨碍了自己献身宗教 孤独的亚瑟深深爱上了对接的四口之家 多年来一直默默地观察他们 直到有一天 他发现自己的老师和那家的男主人偷情 于是愤怒地袭击了老师 一个16岁的男孩报复老师 仅仅因为他毁了自己心目中的完美家庭 FBI立刻出动抓人 但这时亚瑟给了阿克林一家最后一个考验 下一秒小布出现在眼前 亚瑟告诉妻子 他选择杀死别人的孩子 现在他也要失去自己的 妻子立刻就后悔了 他不断道歉请求再给自己一个机会 亚瑟引导他们找到了房间藏着的枪 他给出的最后一个机会是三人集体自杀 这样小布就有一线生机 他们拥有如此完美的家庭 却为了寻求一点刺激而毁了他 这是他们应付的代价 阿克林告诉亚瑟 这不过是家庭生活中都会遇到的困难 但从未有过家庭生活的亚瑟根本就不懂 他的思维还停留在童年完美的家庭幻想 发展受阻使得他对家庭成员有着严重的道德洁癖 为了能实现这一梦想 亚瑟十几年来都在努力存钱 直到买下现在的农场 有了作为道德地的机会 而山田竟要送大女儿出国 促使地加快了自己的计划 最后关头 妻子承认了自己的过错 是他的错误选择造成了现在的局面 他是最应该负责的人 于是他要求丈夫对自己开枪 但阿克林无论如何也做不到 妻子哭着告诉他 小布是他们中唯一一个无辜者 他必须活下来 夫妻两个哭着抱在一起 亚瑟最后的声音传来 家庭是命运的恩赐 成员之间能够为对方而牺牲 上一个家庭就是因为经不起考验 才会付出代价 他们不配获得幸福 说完 妻子把枪口对着了自己 随着一声枪响 BAU冲进监控室逮捕了亚瑟 直到最后他都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而非常庆幸的是 妻子拿到的枪里装的都是空包弹 这还真的是一场考验 但无辜的善天而色被杀 足以说明无论考验是否通过 都会有人活不下来 一切都只是为杀人寻找的高尚借口 记得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人生深藏的秘密之一是 真正值得做的事就是为他人付出 相信幸运的阿克林一家经过此事 能够重新审视家庭的重要意义 心甘情愿地为彼此付出 而BAU的成员们一直都是如此 而能够对彼此充分信任和牺牲的 就是你的家人 以上就是犯罪心理第八季 第三集的案件 解锁更多精彩的重口味 虐心暖心的小故事 欢迎继续关注本系列更新 关注大雄观影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